大家好,接下來分享如何同時邀苗妹妹和喵運坊的三位結緣 以及如何從苗妹妹這邊提升17點屬性全攻略 影片開始前線謝謝燕玩家、戴安冷玩家超級留言,非常感謝 當苗妹在靈安城初見面選擇臭熱鬧 以見面就會被她手上的毒蟲藥 減少生命增加內力還有25點毒素 她會說三天後就會回九黎部落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會在她離開靈安城前好感升到100 好感升滿後苗妹會先問你會吹消嗎? 音律100以上就可以直接教她 異書100會詢問苗妹為何擺法 得知病徵後主角會發覺苗妹是被當煉藥人了 要解此病症必須要有毒龍膽 時間來到三天後苗妹回去部落 點開關係會看到跟九黎好感度達到了信賴 直接前往部落這邊要注意不是點硬床喔 點硬床關係會直接搞壞 我們要做的是一進來按下方的強制戰鬥 把他們幹掉 會發現關係變為中立但至少不是敵對 只要苗妹妹回到部落就可以每天來找她試骨 給她毒蟲咬一下可以增加5點毒素 每試骨一次會隨機之內能力或者是屬性 這次是增加悟性 試骨只要毒素滿100就無法再試囉 所以只要你肯花時間你可以在苗妹這邊增加17點能力 我這邊推薦能力主要以臂力、體質、悟性為主 像這場加的是內力25點 所以選擇毒檔這樣會花不少時間 這場是加臂力那就可以存檔隔天再來 因為我們還有5顆丹藥可以吃 加上5顆丹藥打算讓我的臂力體質悟性至少25點 因為臂力25點可以加基本攻擊10% 體質可以加防禦10% 連續試骨16天了無為能力成長成這個樣子 剩最後一點我希望是體質或者是臂力都可以 結果是敏捷 又洗了很多次總算洗到臂力了 搭配丹藥目前無為是這個樣子 之後再加入盧聖館然後解藏身 汲取菜圓長的修圍 所以我玩到極限五為會長這個樣子 臂力37體質27物性27敏捷16浮援21 攻擊力加上裝備可以到1.9萬 防禦力快1.3萬 能力加完了準備來幫忙妹解毒囉 來到部落的最左邊 金山洞 山洞有個毒龍蜥先把它幹掉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我們的寵物突然有一個問號 這個圖鑑獲取方式就是找毒龍餵食 直接請他吃一隻甲擊蟲 餵食完立刻按領養 這次點開圖鑑就會發現全滿了 但實際上只有10隻寵物 也就是我們的家園寵物10隻是可以放滿的 但放滿沒意義啊因為我們沒有多寵物可以帶 你看我的隊友是空的 因為光這隻就自然兩個圖鑑 接下來就等他便宜取得毒龍蛋 再回去找苗妹解毒 解毒完就可以邀請苗妹了 直接帶去吃油向前結緣 結緣完會跟苗木裡打一場 打完會自動退出九黎部落 這次點開關西發現徹底更久離不落鬧煩 那接下來就可以去解妙音訪啦 以上為苗妹妹跟妙音訪女子 現後順序的結論方式 以及從苗妹這邊獲取17點能力全攻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楓我們下次見